看看新闻网 小杨生煎在上海可谓大名鼎鼎 中午11点刚过 无江路的殿堂口就开始排队了 皮薄之多的生煎包 撒上葱花和白芝麻 再配一颗牛肉粉丝汤 那入口的鲜香简直让人感叹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如今小杨生煎已在上海开出了几十家分店 但仍有时刻甘愿赶到无江路来怀旧 每年过来就是都要吃一吃才回去 应该说小杨生煎 也可以说是无江路的一个小的品牌了吧 和小杨生煎一样 曾经的无江路发生过许多关于吃的传奇 从锅贴牛肉饼到烤鸡翅 从汤面长粉到砂锅粥 从火锅川菜到茶餐厅 从本邦提胖到生烤海鲜 在这里人们总能获得各种新的味觉体验 然而伴随着2008年的改造 不少草根饮食伴随着平民化的价格 集体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如今无江路开始转走时尚 休闲的高雅路线 300米的核心区域 三层立体结构的街区 1.8万平方米的经营总面积 引进了包括餐饮 服装 化妆品 便利店等在内的各种业态 虽然占比达到7成的餐饮店 仍然是大头 但市井点心已经被各类咖啡店 面包房 快餐厅所代替 目标客户直指小白领和商务人士 比较方便吧 因为附近没什么吃的 就这边吃的多一点 今年面貌异新的无江路休闲街 正式申报了中国特色商业街评选 既成为本地消费者 这个叫做非常钟爱的 这样一个场所 也会成为呢 叫做外地人乃至外国人 这个必到的这样一个场所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本地人常到 外地人必到 对 很辣